老太請問今天要說什麼呢? 股票K線圖的分類 K線圖如果 K線圖就是那在1750年代 德川幕府那時候 米店要計算米的價錢 所以他們呢 就製造了這種方法 叫做K線圖 分成陽線和陰線 陽線就代表 早上的價格比下午還要低 也就是說漲價 那這樣的話 買方 早上買的人下午賣出去 就可以佔優勢 那如果說 早上比下午還要貴的話 那就是陰線 也就是說 早上買下午賣會虧本 那現在的投資也是用這種方法 比較多 那我們現在呢 就有我們的陽線 陰線 十字線 T字線 還有一種叫做一字線的 一字線是 沒有最高 沒有最低 開盤和收盤一樣 不過這種K線很少出現 那個是沒有客人 那個是沒有客人的時候才會出現 好了 話說回來 第一個 叫做小陽線 小陽線雖然說沒有最高最低 可是 他的收盤還有開盤 他的收盤比開盤還要高 所以說是那 賺的 可是 買方要那 多考驗 要被那賣方考驗考驗 那至於這個大陽線 那第二個叫做大陽線 大陽線呢 很好 是一個好兆頭 尤其是那一直陰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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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之後 突然來一個大陽線 那就是讓那陰方 賣方全面崩潰 說真的 賣方買方不方便啦 多方就等於買方 空方就等於賣方 那麼至於 還有 這個 上影線 有上影線的 如果實體比上影線還要長的話 那麼就等於說 空方占劣勢 多方占優勢 那還有這個 下影線 第四個下影線 那這個下影線 如果比較短的話 那麼就代表 還是多方占優勢 相反的 如果 上影線和下影線都比較長的話 那就代表 空方占優勢 多方雖然 暫時取得了優勢 可是 很難啊 很薄 還有最後一種 那就是 上下都有影線的 上下都有影線 那要先看一下 上影線如果長於下影線的話 那麼還有兩種 就是 實體沒有 沒有 那 上影線長 如果實體有 比上影線還要長的話 那麼就 那麼就等於說 多方比較好 實體短於 上影線的話 就等於 那 空方比較 好 那麼 那麼 陰線也是那 像 陰線也是那 陰線也是那 陽線一樣 可是是相反的 至於 十字線嘛 十字線如果說 如果說 下影線越短的話 那麼 空方就越佔優勢 上影線越短 那 多方就越佔優勢 還有那 T字線和倒T字線 如果T字線的話 就是那 十字線沒有上影線嘛 那就等於說 那 空方 不是 多方佔優勢 空方沒得 沒細唱 那至於 倒T字也是 也差不多啦 是 空 是多方沒細唱 那 那 K線圖的那 基本結構 那就講到這裡 OK